贝塔,我全都想起来了,想起你对我的好,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,而我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,已经深深喜欢上了你这个大男孩。 小鱼,我们结婚好不好,让我永远守护着你。 这么快?还是先以学业为重吧,等毕业再说结婚的事。 好,小鱼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这段时间韩贝塔天天上完课就往医院跑,不仅要照顾萧小鱼,还要替他补课。 萧小鱼将一切都看在眼里,心疼得不行,还好在韩贝塔的精心照料下,他很快恢复健康出院。 贝塔,辛苦你这些天来回奔波。 哪里哪里,一点都不辛苦。 我天天跟着韩哥来回跑,也不见有人心疼我。 气,谁让你没有小鱼那么好的女朋友。 小鱼再好也是韩哥的,就是不知道某人能不能属于我。 胖子的表白隐晦,但是谷威听懂了,他眼里露出哑然的神色,随后罕见的害羞了,胖子见状顿时有了追求的信心。 他学着韩贝塔追萧小鱼的套路,开始拉着谷威一起学习散步,吃饭聊天,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,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。 韩贝塔和萧小鱼的感情平稳发展,胖子切经过而不舍地追求,谷威终于同意和他在一起。 班长也在大三那年暑假旅游时,碰到了一个兴趣相投的女孩子,只有笑花目前还是单身一人。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,韩贝塔总算盼来了毕业,萧小鱼身穿高级定制婚纱,像是高贵的公主。 没想到,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见到女儿嫁人。 妈妈,快别哭,以后我和贝塔一起照顾你。 不说丧气话了,你妈我身体现在好多了,还要看着你和贝塔的孩子出生呢。 听到这话萧小鱼脸颊默然一红,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嫁给韩贝塔,心都快跳出来了。 要是我也能拥有这样的婚礼就好了。 要不你考虑原地嫁给我,这样场地都省得再摆了。 且,你想得没,对了,苏若伊呢,他怎么没来? 听说是出国留学了,但就算不出去,他可能也没脸参加贝塔的婚礼吧。 有请美丽的新娘入场。 听到四姨的话语,萧小鱼穿着婚纱缓缓入场。 所有人看着宛如公主般的萧小鱼,都不由得惊叹。 场下的声音韩贝塔却什么都听不见。 她一身黑色西装,站在台上紧张得手心不停冒汗。 视线落在萧小鱼身上就舍不得挪开。 明明这么短的距离,韩贝塔却觉得自己等了一声,好不容易等到萧小鱼走近。 突然想起那次韩贝塔的表白后,她许诺过以后办婚礼让她享受公主待遇。 她的眼里满是感动的神色。 韩贝塔,我要感谢你从始至终的保护我爱护我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,还不知道我生活会怎么灰暗。 我这还没开始呢,韩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宣誓了,还真是个急性子呢。 请问韩贝塔先生与萧小鱼女士,你们是否愿意结为夫妻, 从今天开始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负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愿意。 一阳出动,二姓和谐,请三多,聚四美,五十七唱征风部,六里继承,七贤毕级, 凑八音,割酒喝,十全无缺晕氧喝。 恭喜韩贝塔先生与萧小鱼女士正式结为夫妻。 韩贝塔与萧小鱼望着对方相视而笑,主持人在旁边起哄,要求心愿亲吻。 萧小鱼看着台下众多的人,有些害羞不敢直视韩贝塔,她睫毛微颤,无比动人。 韩贝塔笑着一把搂过萧小鱼的腰,在众人热烈的祝福与欢呼声中,霸道地吻向萧小鱼,所有人都在替他们高兴。 就这样,韩贝塔和萧小鱼步入幸福的婚姻生活。 韩贝塔回家就有热汤热菜,有一盏灯专门为她而留,偶尔胖子和谷尾也会过来串门蹭饭。 小鱼,你别灌着胖子,让他们自己动手。 没事的,就是多几双筷子而已。 你看你,小鱼都没说什么,你这重色轻有的家伙。 少废话,快去干活。 说着,韩贝塔就把胖子和谷尾赶去厨房,他们在厨房忙活着,新鲜美味的鱼汤味在空中挑荡,但是坐在客厅的萧小鱼闻到鱼汤味却皱眉想吐。 小鱼,你怎么了,是不是不舒服? 胖子,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毒,害得我家小鱼都差点吐了。 贝塔,你可别瞎说啊。 贝塔,不怪胖子他们,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,我,我好像怀孕了。 我韩贝塔要当爹了,哈哈哈哈,胖子,我当爹了。 哈,韩哥你忘,我还没结婚,他孩子都有了,真有效率。 嘿嘿,不愧是我。 这里应该就是贝塔跟小鱼的家吧,出国这几年,感觉变化好快啊。 眼前这个成熟靓丽的女人就是苏荣音,刚从国外留学回,站在韩贝塔家门口的她正看到几个孩童在玩耍。 小朋友,要不要吃糖呀? 不吃不吃,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,小心被拐跑。 对呀对呀,越漂亮的女孩,越危险。 真是人小鬼大,这是谁教你的呀? 是爸爸教我的。 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呀,我们,我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。 漂亮阿姨,你真的认识我们的爸爸妈妈吗?那你去不去我家玩? 不用了,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。 笑花终身未嫁,买了房子住在韩贝塔小鱼附近,一生为自己犯下的错赎罪,她只要在旁边静静看着他们幸福就好。 孩子们,该吃饭了。 萧小鱼做好饭出来喊孩子们,看到眼前的女人,一眼就认出阔别几年的笑话。 容易你终于回来了,过去的事,就让他们过去吧,我们都要奔向美好的未来。 是啊,已经过去了。 韩贝塔,萧小鱼,谢谢你们,真的非常感谢。